10月26号 韩国偶像巨星全志龙正式退伍 结束了606天的服役生涯 全志龙何时才能回归舞台 与世隔绝将近两年 会不会跟社会脱节等等 这些都是令不少粉丝担心的 毕竟在韩国 每个成年男子都有服兵役的义务 明星也不例外 而因服兵役 中断大好虔诚的韩国明星 并不在少数 众所周知 朝鲜半岛是当今世界上 少数长期保持紧张局势的地区 人口5000多万的韩国 却拥有50多万正规军 按人口比例计算 也就只有地缘形势更差的以色列 能与之一力 韩国兵役法 是其实施最早的法令之一 在建国后第二年就颁布了 让韩国成为世界上 为数不多的 一五兵役制的国家 但随着韩国步入发达经济体行列 高军事化水平 却和国家现状产生了冲突 民间对军队的诟病非常常见 年轻人服兵役的意愿也越来越低 首先 韩国军队在韩国民间一直没有好名声 比如军官殴打士兵 一直以来都是大韩国民军的传统 2010年的一份医学调查报告显示 一年内该医学院接到了250例军队送诊 士兵伤情包括骨膜穿孔 肋骨骨折和骨骨破裂等重症 很难想象这些士兵究竟经历了什么 其次 韩军士兵的收入也一直是韩国社会议论的焦点 根据2013年制定的标准 一个价式每月的津贴是11万韩元 约合650元人民币 也就够吃两顿烤五花肉的 而在首尔上班的普通白领 月收入已达200万韩元 鉴于韩国的整体受教育水平较高 年轻士兵考上大学也并非难事 未来成为一个大城市白领并不更难 这上下收入的对比就显得尤为次元 另外餐厅期间的伙食住宿福利也让人忧心忡忡 这又主要和韩国军队明显的贪腐问题挂上了钩 2012年的一项调查显示 虽然军队预算中 每个士兵每餐的伙食费为6000韩元和35元人民币 但其实成本只有2000韩元 至于剩下的钱都到哪儿去了 大家也都心知肚明 总之 韩国民间对军队的基层待遇 退伍福利 服役时长抱怨颇多 再加上与北边关系时松时紧 义务兵不知什么时候就真的会有生命危险 因此设法逃兵役就成了很多 韩国青年不得已的选择 但这毕竟是与国家机器做对的挑战 兵役不是你想逃就能逃的 各种骚操作也就应运而生了 早在朝鲜战争时期 韩国就出现了第一次大规模的逃兵役潮 据当时的规定 再多的大学生可以延期兵役 为了规避危险的战场 韩国年轻人想尽了办法躲进学校 不过当时韩国全国也没有几家像样的国立大学 考大学就如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因此能通过考大学逃兵役的还是极少数 但上有政策下就总能找到对策 一些私立大学筹准了这个赚钱的时机 疯狂扩照 几乎变成了逃兵役年轻人的庇护所 韩国政府显然意识到了这个问题 于是朴正希在1962年对国内公司大学进行了重组 合并院系 挤出那些躲在向阳塔里聚服兵役的水分学生 国家出手挤了水分 再也不能以学习为由拒绝兵役了 但这帮韩国青年并没有坐以待毙 又想出了更多新的花招 有抱饮抱食增肥的 有打折自己腿的 更有去变性的 只有你想不到 没有他们做不到 我们特意缩辩天网 把有关韩国青年所有逃兵役的奇葩招式的内容 放到了微信公众号上 搜索帮助《钢与军事》 维护逃兵 看看韩国青年为了逃兵役 是如何与韩国政府斗志斗勇的 开札兵役 开札兴明 解析世界军情要闻 奇葩搞笑 笑谈各路战地奇遇 欢迎观众的微信公众号 刚雨军事 深度有趣的军事内容 只为您呈现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天看完美 感谢观看